大家好,我是上海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司徒晨晨 欢迎你和我一起逛一逛今天的上海 发现这座城市背后的传奇故事 说到上海,大家脑海当中一定会想到各种风格的建筑 什么和平饭店啊,武康大楼啊 或者就是陆家嘴的高楼大厦 但其实你知不知道在上海也有一片像北京那样的民族风味特别浓的建筑群 它就在江湾的五角厂 上海怎么会有一个小北京呢 这又要讲到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总规划 大上海计划了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曾经的上海市政府想在江湾地区建立一个全新的市中心 既然是新的市中心,那么市政大厦必不可少 作为当时的大上海计划的一期工程 市政府大厦,市图书馆,市博物馆都借鉴了中国传统民族建筑的样式 你就拿最核心的市政府大厦来讲 它就是完全模仿明清故宫里面的太和殿 西山顶上铺着绿色琉璃瓦,珠红色的梁柱,乌脊,脊兽 栏杆涂抹着彩绘,让人一看就联想到了北京的故宫 不过和故宫不同的是,市政府大厦内部却非常现代化 全市钢筋混凝土结构,还有两部当时最新式的电梯 同样的,再来看市政府大厦两旁的市图书馆和市博物馆 它们也是造的古色古香的,像是北京城里的钟楼和鼓楼 即便是市博物馆附近的这栋飞机楼 外观看上去挺现代风格,一架飞机的形状 但是,你注意到它的顶部有一个三层高的圆形平台 这个栏杆的装饰完全模仿了北京天坛来设计的 所以当时人们把它称作小天坛 富科这些建筑的设计师是谁呢? 在中国建筑界里有一个词叫北梁南董 北梁大家一定知道了是梁思成 那么南董就是董大友 也就是大上海计划的顾问兼主任设计师 当时他的理念是要将国外建筑艺术的精华 与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 在建造大上海计划建筑的时候 董大友特意跑到北京和天津找来了一批60多岁 曾经修建过北京故宫的老工匠 为什么要去北京找呢? 而且大上海计划明明是一个新的城市规划 还是在上海 为什么非要采用传统的建筑风格呢?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提到 大上海计划为什么会出现呢? 是为了要和当时的租界分庭抗礼 当时在租界区有一个说法 就是只能造西式建筑 不准造中式建筑 于是在1931年 当时的市政府明文规定 室内建筑的外观必须是中国式样 而且当时的设计师 也是想让中国传统风格 在建筑当中发扬光大 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所以大上海计划里的建筑 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 不仅如此 这些市政府大厦是图书馆是博物馆 全部都是对市民开放的 比如市政府大厦落成以后 就举行了许多面向全市市民的公众活动 比如1935年 全国第一次集体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 还有1937年4月4日 还举行了庆祝儿童节的活动 中国近代教育家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 就曾经在这里给全市的小朋友 发表讲话 当然最热闹的还要数1937年7月7日 庆祝上海特别市成立十周年的活动 现场不仅有演出 还有购物集市 不过你一定会奇怪 1937年7月7日 这不是七七事变 日本侵华的日子吗 没错 也正是卢沟桥的枪声 让整个大上海计划的前景 一下子暗淡下来 说到屋顶上的琉璃瓦 瓦片的瓦上海话怎么念 你知道吗 应该读母 注意它的生母是鼻音 所以琉璃瓦应该是琉璃瓶 专瓦就是追母 瓦解就是母家 你学会了吗